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荣幸再次能够来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 首先我就该说几句就是 我准备讲到我本人是没有某一个倾向 好像我很想分享这个方面或者是那个方面 我尽量祷告 然后亲近神 然后得到神的话语 然后分享对症杀药 因为我相信圣经当中都是真理 但是在某一些时刻 我们特别的需要某一些真理 不是同时都是平等的 如果人执罪 就是瀕临灭亡 那他不需要听到关于什么道理 女的该包头还是不该包头 他需要听到关于救恩的信息 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刻呢 就决定我们需要听什么道 所以我想再次祷告 因为我要特别靠主的恩典 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求各位 请各位跟我一同 献上自己的心 然后来求主的带领 求主的祂的应实的话 来造就我们的生命 Amen 父神我再次来到祢 施恩的宝座前 主我所需要的就是祢的恩典 祢的能力 祢的帮助 我所需要的就是圣灵所赐下的恩高 和权柄和能力 主我们各位听众所需要的 也就是一个受教的心 渴慕的心 信心的人 来领会 今天 祢透过这次的分享 要跟我们传达的信息 所以主我再次祷告仰望 主啊 我们全能的上帝 爱我们的父神 主啊 祢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了 请求祢主此时此刻刺下圣灵 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 好让我们能够进到天国里面 不是等到死后才进去 而是从现在就开始进到天国里面 求主打开我们的信念 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窍 好让我们主啊 真的能够明白祢的心理 求主来来带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服侍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生命 每一个领域 有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各种各样的需要 我们求祢 借着祢奇妙的圣灵 来滋润每一个干渴的心灵 主啊 使我们都能够得到饱足 空空地来饱饱地回去 主啊 让我们真的能够享受祢的恩典 甚至能够因此而发光 做见证 主啊 让祢的大光光照暴露黑暗 主啊 使我们能够真正地活在光明当中 我们里面毫无黑暗 主啊 都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所解禁的领域 也都是借着就是这个由神的灵所掌管的领域 这就是天国 这就是神的国 但愿祢的平安 祢的喜乐来充满我们主啊 求祢祝福一下的时间 我这样祷告交托 仰望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好的 请各位翻开圣经 你说翻开圣经还没有说到哪里 因为有好多的经文要翻开 我想我们可以 首先从这个利未记第九章 利未记第九章 前几年美国的一个明幕 明幕很出名的牧师开了一个聚会 就是特会 关于 专门有讲这个经文 专门有讲关于这个 这个所谓的反火 这个利未记第九章的这个二十二节 我们看到 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 他先了赎罪祭 凡祭 平安祭 就上来了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 又出来为百姓祝福 耶和华的荣光就像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在坛上烧尽烦祭和自由 民众一见就都欢呼复复在地 这是不可思议的难以想象的一个事情 他们在那里做一个普通的遵守一个仪式 献祭 做什么祝福的祷告 哇 哇 没想到 有如此奇妙 如此的奇妙的事情发生 出现在他们眼前 耶和华的荣光 就像众民显现 他们看到这个现象 他们都匍匐在地上 敬拜神 感谢赞美主 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神能够以这样的方式 向祂的百姓显现 真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那天 亚伦摩西他们比较成熟的 他们看到这个现象 他们匍匐敬拜 下面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乎 各拿自己的香炉 盛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烦火 就是这个所谓的烦火 就是普通的火 不是耶和华所命定的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尽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是耶和华所说 我在亲近我的人中 要显为圣 在众民面前 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 这就是这个事情 所谓的烦火的记载 所以首先 他们在献祭 按照神的吩咐 结果是什么呢? 神的荣耀显现 那么上面呢 可能那些年轻人 他们看到神荣耀的云彩显现 或者什么 他们就激动起来了 就按照自己的意思 或者说要给人看 或者说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 但是明神是大错特错 他们也去献祭 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吩咐 没有按照神的律法 他们就要去烧香 结果呢 同一个荣耀的云彩也显现 但是这一次不是来约纳他们的献祭 反而是烧死这些献上烦火的人 那么我们可以比喻的来讲这个烦火 前面我已经提过有过这样的一个教导 就是这个烦火是相当于目前很多的圈子里面 很多的运动里面的一种错误的 这个敬拜的方式 错误的就是一厢情愿的 要求一个经历 要求一个神秘的一个经历 或者说这盼望有什么现象发生 盼望有什么神迹发生 盼望有什么东西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一团糟 一团糟 成千上万的 可以说从某一个角度单纯的 或者说无知的信徒 或者说可目清净神的人 是被误导了到一个没有实质的 没有真理的一个经历 甚至到一个地步 你现在来清净这样的人 你要来跟他们讲神的道 他们往往都会拒绝 他们已经被灌输别的东西了 你要跟他们讲真理 你要跟他们讲一个比较符合圣经的道 往往都会拒绝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反火 就是他们献上了反火 结果是被审判 心里变得感应 他们心也被蒙蔽了 现在你来跟他们拿这个真福音 跟他们传讲这个真福音 可是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胃口了 他们的胃口 这个本来我相信 本来这个里面有一种可目 可目真理 可目真实的一个经历 或者说一个就是跟神的一个关系 但是因为他们接触的是这些反火的运动 结果他们那个心灵已经是封闭了 我经历过这个好几次 有人从别的教会来到我的教会 听说我们的教会就想来看一看 然后我发现有的是非常可目的 他们来参加我们聚会 他们是会流泪 他们会感动 我们敬拜赞美 他们也很感动 他们会流泪 但是接下来 我跟他们做上来认真地讨论福音 认真地讲圣的道 然后做一个比较 他们原来所领受的和圣经所传讲的道 我见过他们就像那个少年观众悠悠悠悠悠的 哭着流着泪走回去 为什么 他们知道他们无法辩驳我所讲的 知道我讲的是道 是真理 但是他们无法接受 他们已经接受了被关注了一个别的观念 一个别的东西 他们就能够说那个不是我们所领受的 即使他们里面很矛盾 即使他们里面知道我们这样讲是对的 也是可以把所有的经文拿出来证明给他们看 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他们大部分的人 我自己的经历是无法接受 我甚至到过一些教会 可以说是在反火运动里面 然后去讲道 第一次还好可以接受 但是他们还不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 有时候不止一次 就是我要讲道被拒绝 可能有时候一次够 有时候要两三次 然后就不再邀请了 第一次还好可以 这个弟兄是挺认真的 听怎么怎么样 没有听明白 有一次我非常地温和的 一点都不激动 非常地温和的 非常地理智的 来探讨新约圣经的福音 保罗所传讲的 根据格林多前书15章的 什么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 然后做了一个对比 一个比较就是现代的福音 大部分很多教会所传讲的福音 就是上来就公开的拒绝 我前面所讲的到 事情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后来约了我 我们要面对面要讨论 我发现这个人 其实他里面他没有什么 能够好像说我讲的错 问题是什么呢 他已经习惯了别的东西 而且他的教会很大 这是在他们的眼里一种成功 所以也是一种凭据 神与这个人同在 因为教会的会友很多 但是如果那些会友都没有得 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这不就是误导人吗 所以他们习惯了这样的一个 领受一个运动这样的东西 往往我个人的经历是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无知的 他们你来跟他们讲一个更符合圣经的道什么的 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的 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 我相信也许在那边有一些人 还是就是蒙在鼓里 还不知道他们是认真的寻求真理 只不过他们到目前为止只有领受这些 比较错误的或者说是不齐全的一些道 好 但愿我们能够快一点遇到这样的人 但是在我所经历的这个道路上 大部分的时候 人是知道 人是明白 他却无法接受 他已经关注了别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这个烦火的运动 寻求没有根基的经历 没有真理的神秘的体会 寻求各种各样的感觉 因为开心 一种好像感动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现象 非常可怕 为什么 这个也就是常常很多人来批判这些运动 犯一个大错误 他们认为这些人的经历都只不过是自己想象出来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很多这些经历是真的 是真的 当然有一些可能是自己的情感 就是自己好像很想要有一个什么经历 所以就是这样的心理的一个东西 但是也有超自然的一方面 肯定有超自然的一方面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就是这个超自然的现象从哪里来 我想各位自己可以猜测 可以猜测 这个这样的一个没有真理的一个运动 没有道的一个运动 当然我现在讲的是很笼统的 我是指某一些圈子 某一些教会 某一些运动 不要一概而论 不要说所有的这个 这些人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很多的 比如说比较极端的 像这个波特利 比尔乔森 这种运动里面 其实根本 最基本福音的真理都没有 所以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 而且有的是非常的深 所以当你来跟他们讲真道 常常他们就以这个经历为他们的凭据 然后他们就拒绝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的事情 但是是一个事实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反火的运动 我听说过这个 可能我们知道这个清教徒 这个约翰欧文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初代教会的那个时期的大罪 就是得罪主耶稣 就是拒绝耶稣 冒犯耶稣 祂的人性 祂的神性 就是是针对耶稣基督 但是这个欧文这个清教徒后来 他说但是当代教会的大罪 就是得罪圣灵 针对圣灵 我相信他这样说 不止是在他那个时代 那个有效 另外一直到如今 我相信他这样说是非常的有道理 那么前面我已经讲了一个方面的这个像圣灵犯的罪 就是找很多的反火 然后说这个就是神的火 做一些很多的怪的东西 很多没有根据的东西 很多没有圣经依据的东西 或者说行为 或者说事情 然后说这个都是圣灵 我们就不用我们的头脑了 因为圣灵是在带领我们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是反火 我们可以一笔勾销 废话 危险 是一个欺骗人的一个毒药 它会让人对真福音不感兴趣 这个东西我们必须全然拒绝 可是这个只不过是像圣灵犯罪的一方面 反火的一方面 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是另一个方面 就是因为怕犯火 所以拒绝真火 因为怕邪灵 因此消灭圣灵 因为我们曾经被这个运动骗过 舞蹈过 所以现在我们对真实的灵封闭起来了 请问哪一个罪更大 前面这个反火的罪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抵挡神 后面这个罪的最终的结果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抵挡神 过去的以色列 他们是拜各种各样的偶像 他们也脚鬼 后来法利塞人们 他们拒绝那些拜偶像的行为 可是圣灵来的时候 在耶稣的身上 他们抵挡神的灵 哪一个罪更大 其实也谈不上哪一个罪更大 关键都是抵挡神 关键都是被误导 关键都是一个极端 关键都不符合圣经 关键都让我们错过神 很丰盛的生命和祝福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接待这个问题 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放开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的第三章 阿摩斯书第三章的第八节 我们知道如果读过阿摩斯书 我们知道是耶和华在宣告审判 他一开始是对周围的这些国家 什么摩亚 什么菲利士人 但是其实始终 他虽然说要审判周围这些国家 但是实际上他始终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什么 他要审判犹打跟伊斯利 所以你读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原来会觉得这个很精彩 摩亚要这样子被审判 这个伊东要这样子被审判 可能会读起来感觉很激动 就好像我们一个犹太人读 罗马书第一章 就看到神如此说这些外邦人 这么可怕 这么的败坏 都会非常的赞同 后来第二章一开始就是 原来是转向我们自己了 所以阿姆斯书也是用这个方法 审判万国 审判周围的 他们这些罪 杀人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后来转向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为什么要受审判呢 那么第一 不是因为杀人流血 这些大罪 而是因为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一下子我们看到神对自己的百姓 对周围的人高多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至少我没有像我的邻居那样的败坏 还好你没有像你的邻居那样的败坏 反正神对你的要求也高多了 对不对 审判犹大 审判以色列呢 是根据他的律法 跟他们所立的约 他们有没有遵守 没有遵守呢 那就有祸了 那在这个第三章 我们看到第二节 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 不认识这些其他的国家 好 这个是我们蒙福的 对吧 我们是神出前选的百姓 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是何等的蒙福 Amen 因此我必追逃你们的一切罪孽 天哪 说明神要审判我们的标准是高多了 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高多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 何等可怕的 这个阿摩斯书第三章 我们来接着看 第八节 他一直在宣判耶和华 有理由宣判以色列人 第八节 狮子吼叫 谁不惧怕呢 狮子吼叫 我们难道不怕吗 我们肯定怕 能不怕吗 肯定会怕的 我们在怎么样的勇敢的人 如果我们在自己走路 然后突然有一个狮子吼叫 啊 啊 我们没想到这里 我们会特别的觉得特别的可怕 我们会 可能我们会叫起来 我们可能会觉得特别的可怕 肯定会的 他 主耶和华发命 谁能不说预言呢 或者耶和华说话 谁能不说预言呢 什么意思 耶和华 真正的说话 真正的说话 不是假的假的意向 假的意梦 假的感动 假的预言 假的现象 假的经历 不 耶和华 真的说话 不得不 不得不 说出来 真正的神的工作 一定带出来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表现 要不然不是真的 但是根据这个字句是真的 那个只不过是一半 字句 疑问 非常重要 必须有的 但是那个 那个方面的领受 只不过是一半 一半 真正的 圣灵的 启示 圣灵的 光照 圣灵的 工作 圣灵 做工 一定 让人 不得 不说 我们可以想到 耶稣在世的时候 有些长大麻烦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来找他 求他医治 然后呢 常常耶稣说 这个 结晶了一些长大麻烦的人说 你们千万不要跟任何人去说 每次他跟人 他主夫人说 你不要告诉人 我为你们所做的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到处都跑 开始大声的 开始大声的宣告 似乎是要说 耶稣基督真正的 触摸我们 感动我们 摸着了我们 真正的 对我们 说话 我们 一定 会表现出来 一定 会 带来 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们 我们千万不能够 光领受 一个自据方面的 一个领受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不符合圣经 因为那个不符合 教会的历史 因为那个是等于 犯另一个罪 不是献上烦火的罪 乃是否认有真火的罪 哪一个更可怕 请听我说 弟兄姐妹们 都一样可怕 因为 都是在否认真理 都是在抵挡圣灵 都是在消灭 圣灵 真实的感动和工作 都是无可否认的 阿摩斯书的第二章十一节 最近我读到这段的时候 默想这段的时候 让我心里非常多的感慨 希望各位 听的时候 也同样 会带出来很多的感慨 第二章十一节 我从你们子弟中 兴起先知 所以 耶和华在讲他们的罪 也开始跟他们讲 我为你们所成就的这么多 丰盛的恩典 丰盛的怜悯 为救了你们 带领你们 预备了这一切丰盛给你们 救你们脱离这个 要摩利人的手 我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 另外 还有什么呢 就好像是最甘甜的一个 最甜蜜的一个 最奇妙的一个 甚至 我从你们子弟中 兴起先知 又从你们少年人中 兴起哪些人 就像参寸那样子的 哇 主耶和华 根据他的主权 超自然的 单方面的 从以色列人当中 他兴起了先知 呼召了人说 来 靠近我 亲近我 我把我的道给你 把我的信息给你 然后你传讲我的道 在以色列当中 然后呢 他特别地呼召 某一些人 那些人 你们过来吧 特别地亲近我 我要让你们 这个生活非常地圣洁 完全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跟别人不一样 与众不同的 我要让你们 特别地亲近我 就像那个立位人 他们的福分就是耶和华 他不给地图给他们 他没有把地图给他们 他们的福分就是耶和华 就是那些人 是一个特别地蒙叫的人 特别地亲近神的人 要特别地圣洁 不可喝酒 不可碰什么 某些东西 他们过的日子要跟别人 很不一样 都是为耶和华的缘故 这是何等的奇妙 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大祝福 以色列人啊 不是这样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十二言经 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 祝福先知说 不要说预言 神在他的大恩典和怜悯当中 超自然的 单方面的 根据他的主持人 他兴起了先知 特别地托付某些人 特别地把他的道托付了一些人 你们要传讲我的道 在以色列人当中 可是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样反映这个说 你们不要说预言 你们不要说这些道 或者就想到 对阿摩斯说 你不要在这里传达 你到别的地方去 你回到你的家上去传达 你就不要在我们这里传这些道了 对这些拿西尔人 这是神特别的拣选的人 要过着一个特别的分别为神的 生活的人 对他们说 你们喝酒吧 何必这么认真吗 何必这么的圣洁吗 你们以为你们比我们都好吗 你们以为你们这特别的圣洁吗 你们觉得自己很怎么样子的是吧 一旦人从神那里有了一个真正的灵兽 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 无论是谁 一旦神给某一个人一个特别的托付 真正的托付他的话 开了人的心眼 让人明白神的信心 这个人一定会大发热心 神的道领到了他 神的骑士领到了他 他会像一个交火的房子 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肥炎流域 很多人的批评论断 很多人的反驳 很多人的抵挡 一旦有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感动 我要这样过我的日子 我要这样生活 神给我这样的感动 很多人会起来 你不用这么认真 不用这么虔诚 你不用这么的好像这么的圣经 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的问题 如今依然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但是要防备 我们不仅仅是防备这个防火 我们另外有一段罪 是什么罪 我们也抵挡真火 我们抵挡真火 我们抵挡生灵真正的工作 我们怕生灵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叫这些先知闭嘴 不说 因为他们无法控制他们 因为这些先知所讲的道 跟他们平常所听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怕 他们会不会觉得 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权威 如果说这个先知起来 然后我们这是一座祭祀的人 如果他们讲的跟我们不一样的道 哪怕是真的 老百姓会不会对我们失去信心 所以你们 这些所谓的祭祀们 这个立位人 所谓的宗教人士们 他们又维持一种敬虔的模样 可是那个东西 我们怎么考验出来呢 当神兴起 甚至当神拆遣 甚至当神的道领导一个人 当神的道让人感觉不舒服 这样的人怎么回应 往往我发现 这样的人的回应是 你不要说这些话 不要说这些话 我们常常也说 对 烦火我们不要 真火我们要 好 没有错 可是我怕的是 我们无以为神的真火 符合我们自己的 狭窄的思想和领导 我们无以为神的真火 一定是根据我们的理解和经历 说白了 说白了 我们认为真火 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大错特错的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 我们能够控制神的灵 我们能够控制神的灵 所以很多人实际上认为我们要真火 但实际上他们要的不是真火 他们要的是和他们心意的火 但是那个不是神的火 如果是你能够控制的 那不是处于神 不是神的神的真火 你看这个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立位记》里面 那天那个神的荣光显现 谁在吩咐这个事情发生 没有 谁在让这个下来 谁在让它上去 没有 谁上面吩咐 没有 这个都是神单方面的在做 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神的灵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 虽然有比较符合圣经的神学 和立场 可是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没有火 没有火 因为我们怕失控 我只能够说 狮子吼叫 谁不惧怕呢 主耶和华发命 谁能不说预言呢 圣灵运行 我们能拦住吗 圣灵真实的感动 我们能够控制吗 我们之所以常常反对反火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反火 而是因为我们喜欢控制 我们感觉比较舒服 什么事情都符合我们的理解 我们甚至认为这样才是正统的基督信仰 什么才是正统基督信仰 就是我能够安排每一件事情 我能够安排聚会从头到尾 每一件事情 甚至我能够把它写在纸上 第一祷告 第二这样 第三那样 而且年复一年都是那样 然后我们就说 圣灵在我们当中 这是可得可笑的事情 我没有完全的否认 圣灵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没有真正的火 至少没有圣经所允许我们的 那个丰盛的圣灵的运行 这是肯定的 肯定的 我从各个角度可以证明 我现在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从圣经我们可以读无数的经文 来证明这个事实 你看这个无训绩圣灵降临的时候 他们在控制这些线上吗 他们根本也不知道那天圣灵要降临 他们也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要有这个风声 要有这个火焰 他们根本也不知道 他们突然之间要开始讲别国的话来 他们也不知道 整个以色列人都会围绕他们 也不知道 OK 这个是临时彼得受圣灵感动 然后他就开始传讲神的道 这些事情都是超自然的 没有一个人在一个办公室里面说 今天的节目 多礼拜的节目就是一二三四 岂有此理 弟兄姐妹们 何等的可笑 我们把神放在何等的极小的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就说这个就是神的工作 这就是圣灵的运动 这个就是圣灵真正的工作 什么呢 那个符合圣经吗 不 那符合教会的力量 不 那个符合什么呢 我们狭窄的心意 狭窄的思想 只有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教会的传统的 这个习惯的一个 很舒适的一个 能够控制神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个一点不符合圣经 一点不符合圣经 这就是当代教会的一个大罪 不就是这个烦火的罪 没有真火的罪 没有真火的罪 我们如果说 从这个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会很很吃惊 很吃惊 所谓的这些父老们 所谓的这些清教徒也好 这个美国英国过去的大复兴运动里面 我们会发现 原来他们的基督信仰是那样 圣灵运行的时候 我的天哪 谁读过这个 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 好像中文的翻译 那个约丹 你在想什么 什么 跌倒合赧 反正Jonathan Edwards 是吧 你知道 生靈降臨的時候 整個的聚會失控了嗎 失控了 你說 靈恩運動 煩火運動 他們是滾來滾去 各種各樣的 怪怪的 我不是在講那個 那是假火 假火也有真火 Hallelujah 關鍵是 我們信嗎 另外 我們願意接受嗎 整個的聚會失控了 他不是在帶領 是聖靈在帶領 人喊啊 假話 哭啊 求啊 你知道 教會復興的歷史都是這樣子的 這個大衛布瑞娜在美國印第安人當中 外邦人 根本不知道福音 根本不信 他在那裡非常辛苦地做工 很多年後來才有一個突破 突破來的時候 有幾場聚會 他自己親口說 你要知道這個大衛布瑞娜他根本是離這個方式最遙遠的一個人 他非常小心翼翼的 愛德華茲也一樣 非常小心翼翼的 但是這些人完全地接受真火 那個大衛布瑞娜在那裡的時候 你知道有幾場會 講到他都沒有機會講到 為什麼 聖靈完完全全地來帶領那場聚會 那些人受感動 那些人嚎啕大哭 那些人拼命地悔改 尋求神 要得救 他說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手 一直在做 你知道中國教會的歷史也是一樣的道理嗎 也是一樣的經歷嗎 也是一樣的事情嗎 當有一個加拿大的一個聖教師 約拿大 我不知道他中文名 Jonathan Goforth 他有講過他幾次的聚會 他講聚會也一模一樣 有一個看不見的手 根本他也沒有來得及說什麼 做什麼 就是完全是超自然的 聖靈在帶領整個的聚會 從頭到尾 然後最後的結果是 很多人得救 很多人門恩 甚至什麼 很多人超自然的得一致 都沒有為人 你知道他是那個那個長老會 改革宗的長老會 這不是一個什麼煩火運動裡面的一個人物啊 這個是一個改革宗的長老會的一個信徒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是最近的歷史 五十年代 在蘇格蘭的一些小島裡面 也有一個長老會的一個長老 一個傳達人到那裡 你如果沒有度過這些見證 你會覺得 我的天啊 這好像是使徒形狀 對呀 當然應該是如此 為什麼 因為聖靈依然在世 聖靈沒有再上去了 使徒們死後沒有聖靈了 這個是歷史當中最大的一個騙局 就是讓人覺得我們不能夠期待什麼了 我們就是現在都是要只有頭腦 只有理智 只有思想 只有這樣的 什麼廢話 那個不是基督信仰 不是 不是正統的基督信仰 不是歷史上的基督信仰 那個是人心裡所造出來的一個假象 一個假的金牛毒 他怕反火到一個地步 他根本拒絕了真火 他反被聖靈到一個地步 他甚至抵擋聖靈 反對防備協令到一個地步 他甚至消滅聖靈的感動 有一個傳道人 最近他在美國一個教會 他是一個傳道 他回到不同教會教導 然後他跟我講說 哇 感謝這場聖靈 最後聖靈開始運動 開始工作 很多人開始自發的 自己開始要認罪 要悔改 神的同在非常的強烈 非常的奇妙 然後聖靈結束了 那些人都說 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 哇 這個是何等大的一個悲劇啊 我們 多少時候 我們根本不認得聖靈了 我們沒有聖靈了 我們沒有 我們有 我們有 但是不是方向有餘的 因為方向有餘的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是肯定 肯定 一定程度上 就像那個風吹來吹去 你也無法控制啊 一定會超越我們這個控制的這個能力 這個不是煩火 這是真火 但是我怕 因為我們過去經歷了錯誤的 甚至我們有時候不承認真實的 我講這個道理不知道有多麼難啊 為什麼 人聽我這樣講 會這樣想 會那樣想 各種各樣的 但是這個必須要講 因為這個是真理 這個是教會的真實的歷史 這個是聖經的正確的道理 即使有些人不接受 依然是真的 依然是真的 永遠是真的 神永遠是神 神永遠是超自然的 神永遠願意運動 運行 成就奇妙的事 但是只怕 我們怕煩火到一個地步 我們給自己倒了很多的冷水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期待 沒有那種期待 甚至沒有那個意識 原來真的是有聖靈 真的是有聖靈的 真實的感動 有假的也有真的 有這樣的奇妙的 寶貴的一個福分 可是我們常常消滅 生命的感動 我們叫先知不說 你這樣講是太激動了吧 太激動了吧 安靜一點 我們這裡是習慣了比較理智的 比較傳統的 你的意思是 你習慣消滅聖靈的感動 是嗎 你的意思是 你宗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個 拒絕有真活的基礎上嗎 我怕有這個意思 求主 憐憫我們 先知不要說 聖徒不要那麼聖結 我們怕人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怕人比我們聖結 我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糾正人 肯定要糾正人 我們要糾正錯誤的反夥 我們要對付 肯定要對付的 肯定要避免的 包括有些人他們會有一些怪的念頭 然後他們關於他們的生活方式 神在呼召我要離開我的先生 我要去做一個傳道 不不不不 這個不是聖靈的感動 這個不是神的工作 這個不是真正的火熱 不是符合聖經的這個真理 但是我相信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我們甚至沒有一個心裡的預備 讓神來成就祂的美意在我們當中 保羅傳福音 保羅很聰明 對嗎 但是保羅有專門告訴我們 他傳福音的技巧不建立在他的言語上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 他說 弟兄們 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 並沒有用高研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 因為我曾定了主義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定十字架 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 又懼怕 又甚戰盡 我說的話 講得到不是用智慧為完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教你們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我們要正視這樣的經文 我們所信的道是這樣的道嗎 我們所領受的信仰是這樣的一個信仰嗎 我應該這樣講 也許我們說 你這樣講 沒有問題 我都很認同 好 我們都認同 對 不只是言語 也是要有能力 對 OK 但是到此為止 我們只不過是認同是這樣的 我要說的意思是 我們有尋求這樣嗎 我們又付一個代價來得獎這樣的嗎 還是我們就坐在那裡 試探神說 主人 你如果要給我能力 你自己會給我能力的 保羅到了《鐵撒羅尼加》 他在《鐵撒羅尼加》前述的第一章 第五節 他說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不讀在乎言語 不讀在乎言語 我們不否認言語 要有言語 煩火的運動 就是沒有言語 他有言語 但是都是亂七八糟的 根本說不通的 但是我怕有一個運動 它有言語 卻沒有別的 卻沒有別的 不讀在乎言語 也在乎全能和聖靈 充滿 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們知道 我們在你們那裡 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的 保羅到了《鐵撒羅尼加》 保羅偉大的使徒 他的思想很發達 他的神學很系統 他是各方面專家 他本來已經懂聖經 他後來更懂聖經 保羅傳道 怎麼傳道法呀 肯定不單單在於這個言語 也在乎全能和聖靈 能力和聖靈 換言之 保羅對聖靈有一個真實的依靠 這樣說 有一次我聽Leona傳道講 有一次她到了陶樹教會講道 然後她一系列的一個佈道會 然後有一天晚上她去佈道 但是結果她發現 我怎麼無法講道 她好像 我說一句 然後彈回來了 好像覺得非常的沒有自由 非常的難講 她後來 她非常的覺得 非常的糟糕 今天晚上講得這麼的差 講得這麼的不好 後來這個陶樹來找 她說 是不是今天晚上很掙扎 講道 今天晚上很掙扎 講道 她說 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她說 沒關係 沒關係 這就證明一件事 什麼呢 就是講得好的時候 不是出於人 而是出於神 Amen 我們按道理 是有一個寶貝在瓦漆裡 在瓦漆裡有一個寶貝 這個瓦漆也看得到 這個寶貝也看得到 我們如何才能夠看到這個寶貝呢 不是我們的思想多麼的發達而已 不是我們對某一些問題的看法是多麼的準確而已 我沒有否認這個方面的 我是在講另一個方面 必須有更多 那個本身還不夠 還不夠叫一個悲逆的 一個傻眼的 一個困苦流離 一個世代 被魔鬼所付的一個世代歸向主 我們這個言語哪裡說得通 哪裡能夠夠啊 我們需要正確的言語 但是我們需要從上頭來的能力 求主憐憫我們 這個陶書他曾經 如果你沒有讀過他的這本書 叫《可目神》 這個是可以在網上找到 免費的這個版本 一定要讀 陶書在他的這個前言 非常可惜啊 在中文的翻譯裡面 我找了很多的版本 這個前言幾乎都是找不到的 他在線的那個前言 都是他直接就跳到那個 那個第一章 但是對我個人來說 他這本書最寶貴的部分 很可能就是他這個前言 所以我等一下讀給各位看 你就知道 因為你等一下找 你可能找不到這個部分 這個是在 好像在台灣出版的 可能在國內找不到 在網上也找不到 請聽我讀一下 目前的福音派人士 雖然已經把祭壇鑄起來 也把祭生切成筷子 可是靜自滿自足地 數點著石頭 把它一再加以調整 卻從來不理會在高高的 加密山頂上 是否有火的征教出現 但感謝神 畢竟還有一些人留意 他們是那些喜愛重修祭壇 以獻上祭生為喜樂 但為著一直不見火降下來 而心裡不安的人 他們不否認要把這個壇鑄起來 不否認要獻上這個祭生 不否認要把它切成筷子 好多好多好多該做的 但是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呢 最關鍵的因素是要有火下來燃燒 這就相當於我們 多少時候我們只在乎 我們的神水 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都好 但是我們沒有停下來問 有火嗎 我接著往下讀 他們渴望神超過其他一切 他們渴望得偿主愛的滋味 就是他說有一小數 小數的人不只是滿足於現狀 他們還渴望這個火 這個火在哪裡 就是這一位主 正是一切先知所預言的 和詩人所歌頌的基督 在今天我們並不缺乏 請注意 在今天我們並不缺乏 按正義分解基督道理的人 但太多人似乎滿足於年復一年的從事與教導根基的信仰 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他們竟不覺得他們的工作中並沒有神靈在的見證 就是說沒有什麼超自然的現象 沒有什麼神奇奇事 沒有神靈道 沒有神的降臨的這些見證 他們根本察覺不到也沒有覺得稀奇 也沒有覺得奇怪 他們在個人生活中也沒有與人不同的經歷 他們跟所有人都一模一樣 這才不符合聖經弟兄姐妹們 神會造訪他的百姓 神會親近他的百姓 神會跟我們相遇 他們經常服侍信徒 可是他們的教訓卻不能滿足信徒心中的即可 為什麼 他們有字句他們有疑問 卻常常沒有真火 最近有人說 我問你去什麼教會他們跟我說 我到了這個我認為煩火的一個教會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原來所在的那個教會 聽到讓我睡覺 曾經有一個這裡的一個當地教會的一個牧師提過一個問題 說為什麼我們的年輕人都會跑到那些靈岸的教會 他們總是不明白 他們總是不明白 為什麼 因為你的字句不夠 遺忘也不夠 遺忘也不夠 人心裡的渴慕 是要超越這個 那個是一個開始 那個是一個起點 但是那個是引我們到神的面前 經歷神 那個是讓我們來到神的面前經歷神 如果沒有真火 我們也不要怪人 求主怜悯我們 在這個我讀書的那個城市大拉斯 有一個當時應該是整個美國最大的一個教會 是個金星會的一個牧師 聽他有一次講 他說現在的信徒不像過去 他小時候因為那個時候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 所以應該是三十四十年代 他說無論那個時候 無論什麼派 無論什麼教會 無論是什麼尋教會也好 是這個金星會也好 這個教會 比如每年或者說 隔一段時間會開這個特別的步道會 然後這我是什麼呢 信徒大大的被聖靈充滿 然後他們會遊行在整個小鎮裡面 整個的高聲的高喊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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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煩火 是真火 不是什麼奇怪極端的運動裡面 是最傳統的一些教會裡面 但是曾經是有一個意識 一個認識 一個認識 一個追求 一個可目 信徒的部分 不僅在於言語 包括聖靈與能力 這個聖上者他曾經說過 這個神的話語和禱告 是相當於兩個翅膀 對吧 你如果吹了這個或者吹了那個 你飛不起來 說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想稍微改一下這個說法說 要有道 要有靈 要不然 神的教會 飛不起來 我們要有道 我們要有能力 我們要有神 超自然的同在和祝福 要不然 我們飛不起來 我們只能夠維持現狀罷了 這個 耶利米先知曾經說過 在耶利米書第二十章第九節 我若說 我不再提耶和華 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 我便心裡覺得 似乎有燒焦的火必死在我股中 我就含然不住 不能自禁 聖靈真正的工作 一定會帶出來這樣的一個結果 主耶和華發明 主耶和華說話 誰能不說語言呢 聖靈充滿 聖靈真正的運行 誰能控制嗎 要控制的人 有禍了 有禍了 褲子 利歐那傳導曾經說過 講了一個 例子 一個人喝酒 喝喝醉了 他變了一個人 還是那個人 就是變了一個人 為什麼 因为有一个别的东西在影响着他 有一个别的东西让他 他现在说话跟之前说话不一样 可能本来他是很含蓄的一个人 现在变成一个很大胆的一个人 或者说他可能本来很开心的人 现在是很发怒的一个人 或者说想法的 本来心情很不好 但是突然是很开心的一个人 因为有一个别的东西在影响着他 影响了他整个的人 一定程度上他对酒让步了 他让步了 这个酒让我怎么样 你决定要喝酒 要喝最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易 你要被酒灌满 那你要知道那接下来是酒在指挥你 指示你 而不是你完全能够继续的控制自己 有一个交易 有一个让步 让这个酒精 让这个东西好像来改变你的性格 改变你的说话 改变你的 同样 我们被圣灵充满 也有这个意味 不只是在我们的品格上 品格上我们 介绍我们接受圣灵的果子 那是一方面 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 我们看到圣灵将领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都会大声地说话 我不是说每次圣灵将领一定大声说话 我是举例子 是我们自己被另一个力量 不是我们自己的理智 而是超自然的神 超自然地造访了我们 与我们同在 甚至让我们本来很害羞 现在大声地说话 大声地勇敢地 这个胆子突然特别地大 谁都不怕 圣灵的充满 好像是托起我们 好像是让我们能感觉 好像飞起来了 是的 本来很软弱 突然很刚强 我的一个朋友 有一次在一个牧师的一个托会上 去给牧师讲道 然后他上了台 哇 他是领受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很高 无法想象的一个胆量 他就是非常地大胆地开始 直接地指出那个运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牧师跟牧师之间的纷争 这个做法 这个动机 这个各个方面 他说他讲完了 他觉得他甚至都怕那些人要 要 要真的是要打他 真的是要把他抓起来 要害他 他在讲的时候 他被圣灵充满 完全是超自然的 谁都不怕 但是他下台之后 他根本就像跑到一个角落里去 他为什么前面那么地有胆量 那么地有能力 那么地有口才 可因为被圣灵充满 主耶和华 发命 谁能不说语言呢 如果耶和华 你说神对我说话 神感动我 神这样 神这样 如果你说神这样 神那样 可是接下来 没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表现 一个行动 那就不是 那就不是 如果是我们完全能够控制 总是我们能够控制 那个也不是 那个也不是 我不要不否认神帮助人 无论如何 神也帮助信徒 神也帮助我们讲道 神也帮助我们带教会 神也帮助我们这样那样 但是我们应该停下来 来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所谓的加密山上 有火上来吗 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发生吗 还是只是我一个人在说话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在说话 那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能力 即使是神的话 也是基本上是 无法造就几个人 我自己甚至认为 最能够 害人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不要以为是烦火不是 你也不要以为是假神之 就是假一个错误的神水 或者说一个错误的道 那个不是最能够害人 那个能够害人 当然都能够害人 烦火害人 假的道也害人 但是我相信有更会害人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讲真道 却没有带 圣灵的恩高和能力 把真实的东西 把真实的东西 讲的时候好像是假的 为什么 我前面已经提过这个例子 就是人从比较正统的教会 跑到比较烦火的教会 因为那些牧师讲道 好像神没有对他们说话 为什么那样 因为神确实没有对他们说话 如果神对他们说话 他们不可能这样讲道 他们一定是带着热心火热 不只是火热 不只是激情 要有另一个 要有别的 要有圣灵的恩高 要有能力 这个是最会害人的东西 正通的神学 没有能力 没有恩高 没有圣灵 超自然的 同在正式的这个方面 你说我要有这个 可是我没有 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你就不要讲道了 那你就去寻求神 耶稣不是叫他的门徒 等候在耶路撒冷 知道圣灵 降临 充满他们吗 你说太极端了 这么多人需要 我必须要继续讲 不 你再也不要跟他们讲 如果你讲的道 是没有能力 没有生命 没有造就 你再也不要讲了 你把自己 关在一个屋子里面 祷告 进食 祷告 寻求神 一直到神的领降临 在你身上充满你 一直到神 把生命 让生命 从你里面 开始 流露出来 要不然你就不要讲了 因为讲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道理 却没有带着圣灵的恩告 也是误导人的 误导人的 求主 怜悉我们 为什么有些地方 对基督信仰特别的管制 很严 可是 愿你有一种教会 容许公开的 有聚会 你进去听听 你就知道为什么 进去听听 那个神水讲的 在正通 根本就是 让人打瞌睡 根本就是 消灭人 心灵的瞌睡 我这里 得不着什么 求主 怜悯我们 我们不但要 防备 防火 和这个方面的 所有的错误 我们也要同样 甚至更加强烈 全心全意 寻求 真火 其实你知道吗 如果 我们更想保罗他们 又有道 又有能力 这个 这个现象本身 这个这样的情况 本身已经大为 解决了问题 因为很明显 人们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或者 让人打瞌睡 或者这个 很精彩的 这个 烦火 而是明显 这些人是 奇怪 而且没有什么 信息 或者说这个信息 明显不符合圣经 而这边的人 信息是符合圣经 而且 明显也可以看到 神 与他们 同在 我从你们子弟 从你们子弟中 兴起神职 又从你们少年人中 兴起 那些人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 却 给那些人 就和 主父 甚至说 不要 说 预言 求主 今天 联名我们 救我们 脱离 这方面的罪 救我们 脱离 消灭 圣灵的 感动 求主 救我们 脱离 否认 真火的罪 求主 让我们 能够 经历 从上头来的 能力 让我们 能够 回到 过去的 那些时代里面 因为 过去的神 也是现在的神 祂 依然 能够 行大事 我们这个时代 比什么时候 都更加的 需要 圣灵的 降临 圣灵的 运行 我们需要 复兴 我们需要 神 来 动 攻 求主 帮助我们 我们来 祷告 祝我求你 帮助我们 祝我求你 开我们的心 祝你 柔软 我们的心 祝我 但愿 圣灵的恩高 柔软 我们的心 祝我 你的能力 砸碎 我们里面 思想上 心理上 任何的 坚固的 因磊 主啊 我们特别的 需要你 带领我们 脱离所有的 反火的 这个 险上 和迷惑 可是我们 我们同时 也需要 你救我们 脱离 消灭 圣灵 感动 欺骗 求主 让我们 回到 真正的 正统的 基督信仰 它不只是 有言语 也是 有能力 让我们 真的能够 找到 符合 圣经 和教会 历史的 这个平衡 只有这样 我们的心灵的 干渴 这才会得到 满足 我们知道 这个字句 是有必要 这个意问 是有必要 我们知道 一个正确的思想 是有必要 我们知道 一个正确的 这个真理 这个道 这个道的就是 清楚的传讲 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 同样 也承认 我们必须 也有 圣灵 开我们的信念 给我们的讲员 很高能力 权柄 主啊 能够动工 能够超自然的 超自然的 来成就 你的美意 叫你的国度 降临 叫你的百姓 重新的 能够 欢呼 充满 充满 喜乐 充满 能力 求你今天 释放我们 脱离 人 所给我们的 所有的枷锁 让我们能够 叫着圣经 自由的 寻求神 叫着圣经 自由的 经历神 哦 主 人的传统 和人的不信 和人的 这个 傻宅的 思想 和人的一种 控制神的野心 控制圣灵的野心 控制教会的野心 我们不愿意 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杀着我们 今天 求你 赐下 真正的 自由 主啊 我们知道 迷惑很多 我们知道 反抗也很多 我们知道 这个迷信也很多 我们知道 这个神秘主义也很多 但是我们 就不能够 跑到另一个极端 犯另一个错误 抵挡圣灵 消灭圣灵 让圣灵忧伤 请求你主 用大光光照我们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行为 无论我们是 带领教会也好 或者说我们 参加聚会也好 或者是我们是 传福音也好 我们是带领别人 也好 或者是我们 是被带领人 也好 我们每一个人 有我们跟你 个人的一个关系 让我们 今天 来求我们的产业 来求我们的 你给我们的 丰盛的 应许 来应援 在我们的身上 将祷告 交托 遥望 放出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